我们来看到拜登在11号有一场演讲 第一点是在科罗拉多州 他谈到他的长子 他在这个伊拉克英勇牺牲 不过拜登一次忘记 他的长子其实是死于乃 那么当在2019年的时候说 他的长子是患上脑癌 那么呢因为在这个伊拉克服役的时候 接触到用来销毁文件 跟军用废弃物的军事焚化炉 而里头呢有含有大量大量的有毒物质 而导致最近有很多很多美国的退伍军人 也有造成不小的后续效应 好那么另外还要来掌握的是 美国跟菲律宾从3号开始举行为 其将近两周的联合军演 要以防印太地区突然间爆发冲突危机 而这个区域长期以来呢 因为南海的争议跟台海的危机局势都很紧绷 而这场年度的军演 也是小马可是上任以来 美菲之间最大的演习之一 这一场演习是有超过2500位的美国士兵和530位的菲律宾士兵参与 代号海上战士合作 那么呢这一次也包括了一些两栖的攻击 还有特种作战的行动 美国也派出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还有超音速的接战机来做实战有联 我们来看普丁在今天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 参加了第六届的亚信峰会 而普丁说在现在的这个全球局势动荡之下 世界走向多极化 在亚洲地区成为世界新力量的中心地位 也正在逐渐稳固当中 而也强调俄罗斯将会建构世界安全体系 贡献一份力量 土耳有出席峰会的土耳其总统艾尔段表示说 现在世界正在密切经历 现在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他说在战争中没有赢家和平 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建立 强调土耳其非常乐意一起商讨解决方案 希望可以尽快结束流血冲突 根据外媒报道 艾尔段已经计划在峰会期间跟普丁会面 紧接着是美股消息 我们正要来掌握的是 美国劳工部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 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8.2% 这个数字已经高于预期的8.1% 另外美股的三大指数开盘也是应讯大跌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一度下跌将近3% 道成工业指数一度也是下沙超过500点 9月的核心CPI也是来到年增6.6% 创下1982年来的最高水准 而现在预估在联准会11月可能会再度升息三马 环球影业董事长最近证实 好莱坞的阿汤哥巨星最近正在跟片商 讨论前往外太空的一部科幻电影实地取景 如果顺利成功完成的话 那么阿汤哥就会是第一位登上太空的演员 而且最近也传出了60岁的阿汤哥呢 正在拍摄《不可能的任务》系列第八集电影 没有想到收到死亡威胁信 据传是负责特技的工作人员 因为表现不好被开除了 但是心生不满表达抗议 这片公司也特别要加强为安 海荒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想有折扣喔